大家好,我是太太太 我是蔡申申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沒錯,我們今天來到了阿里山 台18線 就是從嘉義的高鐵站一直到玉山的塔塔家 阿里山公路就是在台18線當中的 出口一直到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這一段在台18線裡面 它就叫做阿里山公路 我們現在到的地方就是 出口遊客中心 這是最近新改的 所以它整個裡面的那種設計 都是非常新潮 遠遠的清水模很可愛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所以大家要進到阿里山的時候 可以先來到這個地方 休息一下拍拍照 還有今天終於出大太陽了 對 不是下雨就是很熱 YES GO 那你要不要喝 這個是在地的 出口遊客中心的一樓 叫做西諾奇台灣檜木博物館 哇 欸,不錯欸 就是有一個可以吃吃喝喝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的東西可以走走看看 哇,這因為這是新的 所以裡面的東西都好新喔 而且最重要的是裡面有冷氣涼涼 哇,你看! 當中族的人耶 這是什麼 欸,在這裡看到有獨立山的一個小模型 獨立山小火車 它就是這樣一直繞一直繞繞繞繞繞繞 無止境的一個迴旋 我心裡都會差 這個就是給一些小屁股的人來做 但不是你 我剛好喝的一樓 這不錯欸 如果大家有來這邊的時候 是可以來這邊走走 因為涼涼的 這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這裡就是 旺萊山愛情大草原 前面有一個愛情大騙子 在那個出口遊客中心的斜對面 開車兩分鐘 是一個很大的草原 免費的 然後有一些裝置藝術 有的沒有可以拍 適合談戀愛 兩小無猜 白天不怕太陽曬的人 都可以來這邊 大家看什麼 在看他寫給別人的情書 寫給別人的情書這麼大本 這裡叫做 旺萊山 旺萊山呢 就是嘉義有一個專門在做 旺萊山的店 叫做旺萊山 是喔 那這個地方 他就是把它承包下來 給大家可以在這邊 拍拍走走 這晚上有燈欸 捕捉到了野生的菜媽媽 還有蔡大哥 蔡大哥吃飽想睡了 marry me NO 一個網美的誕生 看起來是難產 欸這裡是不是很像一個 他們想要模仿野獸與美人 欸是有一部片叫什麼 美女眼 差不多啦 他是翻白眼嗎 哇你看這個野獸 長得如此的秀氣 哇你後面那些 欸這不錯齁 對 你快去上面唱那首美女野獸的歌 那一個 那一個 那不是吧 欸永捷同勳欸 對啊你看這是一個牽紫賀 嚇赫歸西 你看 我吃這個 你還在嚇赫歸西啊 我在這邊拍照 大家看這邊啊 來 123 嚇赫歸西 哇 來到這個城堡欸 不用錢的這種景點 給你在那邊拍 很大 很大欸 I lov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but keep dreaming we'll got worries 什麼意思 你有覺得身體很沉重嗎 我覺得 整個都很沉重 連最近的工作情形都很沉重 欸你看 整個身體都是 Oh new one 欸 軟的欸 Oh new one 你很熱 對 L O V E How are you呢 How are you 可憐 哇 這一個一個是劇場欸 他還蠻認真在做的欸 如果以一個 不用錢的東西來講的話 哇 欸這個是不是鬼片上面有的 那個小丑 上面 欸好大喔 你看到那邊 無止境的那邊都是欸 嚇人 請登上外面就好 這就是派媽媽的圈圈 草原非常非常的大 回到你的故鄉 阿里山 嘿嘿嘿嘿嘿 你有沒有什麼話對你廣大的粉絲說的 顧鄉親阿 還蠻不錯 都遊山玩水 seal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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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麼丼喔 那天才跟你們說 還你要準備一個五百個字耶 五百個字啊 太多 地瓜葉手作茶 地瓜葉手作茶喝起來都很奇怪嗎 那我要冷泡茶 再一個鳳梨茶葉蛋 鳳梨芒果 為什麼你的茶長那麼高 長很高耶 我是Special Order 酒量鳳梨好 很好吃 啾啾啾啾這樣啊 酒量 天生的酒味 只要是有酒的 寫酒釀他都會買 台灣地瓜葉手作茶 地瓜葉 有退火的感覺吧 吃了有點上火 我想買這個 鳳梨茶葉蛋 完全吃不出來鳳梨的味道 這邊不用上到阿里山那麼遠 就有一個很大的草原 動物啊 小狗啊 或者是野餐啊 都可以來到這邊 是蠻好的 你側面看真的很像肉丸耶 這只是一個網友說的 你有被肉丸打過你嗎 如果我上肉丸就傷不了我了 因為只會傷害肉丸 不會傷害我 今天為我們擔任駕駛的 就是有新的肉丸菜生生之稱 而且是一個心理素質很強的肉丸 你們說什麼都傷害不了我 你知道我們現在去哪裡嗎 吃肉丸 哈哈哈哈 好的 現在從 台十八線就是 出口大口起行 你可以看到右邊整個 整大片的草地 都是剛剛的 五柏仔的這一個愛情大草原 裡面我們看到左邊的就是 在出口很有名的 第九橋 上面有一個天長橋 第九天長 這個是在昭和十三年的時候蓋的 那個時候是為了要紀念 天皇的生日叫做天長節 皇太后生日叫做第九節 為了要紀念他們兩個人的生日 為什麼 出口大口這麼的有名呢 因為最早的時候 阿里山公路還沒有修建的時候 山上會把他們一些的山產 一些他們要販賣的東西 運送到平地 那平地人呢 就會來這邊跟他們交易 那往來的一個集散地呢 就是在出口 山美大橋 現在我們抵達 達那伊谷 沒錯 我們就是要去達那伊谷 達那伊谷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護漁區 顧漁的地方 我們走去看看 青大哥 青大哥剛剛從夢中醒來 大哭了一場 以為大家都不在 只有他自己一個在開車 我們開的不是特斯拉 不會有這種情形好嗎 然後留了兩滴淚後 又繼續睡著 前面是一個在練手臂的人 這是待會看表演的地方 這是阿貴阿貴的一個餐廳 阿貴阿 這裡最佳的運動就是 推著孩子上來 也好像那種要推資源回收去的一個人喔 對 達那伊谷 吊橋 GoPro現在沒電 我們正在使用手機錄製當中 哇這個橋看起來好漂亮喔 對啊 而且你這樣子 正面那個是什麼 你猜呢 楊木湖口 我們現在要送到它的嘴巴裡 它其實設計的是 Motuin 這樣很像要被貓 那很多人都覺得是貓阿 很多人覺得是 那個花栗鼠阿 西谷很漂亮耶 然後這個旁邊阿 就是 護漁區 其實要來看呢 是來看這個 在釣橋的旁邊 我們來看看他們 護漁的成果如何 因為這裡的魚之前 因為被大量的捕捉之後 有一點死去阿 所以現在就重新再次的富裕 上漁區 這蠻多耶 而且還蠻大隻的齁 酷喔 哇 魚也是好多喔 哇 很大很大 魚好多喔 很多耶 哇 欸好漂亮喔 而且產生出這種翠綠色耶 而且他們在我們旁邊 以為我們會丟吃料給他耶 好多喔 咬咬咬咬咬咬 欸 這是什麼意思 魚群耶 他們都來這邊了 慘了 我們沒什麼好說的 對啊 這兩亭 就在這個釣橋旁邊 但首先你要先 穿越兩個讓你說不出話的 小山坡 呵呵 你們覺得那一股怎麼樣 非常好玩 來這裡 身臉還蠻年靜的 而且如果你是推嬰兒車的人 千萬不要推上去 不要以為入貧 對 對 沒錯 不然你走上去之後下來 你會受得不成人情 對 阿里山會新奇喔 是因為 將近在一百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人登上了玉山 他發現玉山比他們本國的富士山還要高 所以他把玉山取名叫做新高山 那當他登到玉山的時候 他發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 就是木材 所以他看到旁邊的阿里山 那個時候他就決定 也知道說要來開採阿里山 那阿里山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才開始修築鐵道 然後開始有伐木整個林業的工作的開始 在這一個生立農場這裡也有咖啡廳 非常漂亮的景 那你看到這邊綿延過來的這個茶 非常的療癒 所以這阿里山茶有真的好吃 因為天氣這樣冷冷喔 喔對啊 氣候的關係 好我們繼續前往下一個景點 試了一下我們就來到這了 對這也是石桌的Seven 這裡也有很多吃的阿 由於我們的GoPro 剛剛死在達奈伊古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 沒好勝 那裡沒好勝是有參雜個人情緒 完全就是個人情緒 我們現在到阿里山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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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阿里山賓館 KTV大飯送欸 試之後不再隱藏我自己了 好我們先走 They say I'm acting crazy But I just wanna lie in the sun 先幫你準備好嬰兒床 哇 這現代館已經算大了 因為歷史館比這裡還小 欸 蠻溫馨的欸 這廁所也是還OK欸 兩個的欸 欸 你看我拿手機在錄音 用GoPro壞掉欸 蠻好的欸 還有一個假的壁爐是不是 欸 你看這個 做得好有誠意喔 暖氣欸 好像喔 欸 這早上把這個窗戶打開 坐在這邊外面就是那個 什麼什麼 什麼臭臭鍋 蔡媽媽自己說一個 可以滾到這邊又滾到這邊 蔡媽媽你躺在床上給我們看一下比例池 你看 蔡媽媽身體已經很大了 還躺在這個床上看起來很小 你就知道這個床大概就是 Double King 喔 感謝主欸 我原本一直以為在山上這種寸土寸金 他們基本上都不能蓋太大 結果這個地方給你弄的這樣子 也真的是有一點生意啦 蔡大哥你自己睡了一個床好大 而且你穿的衣服跟花草樹木合在一起 呃呃呃呃呃呃呃你的脖子 跑去哪裡放在台北沒有帶嗎 吃晚餐了 現在要去吃飯的路上 他這個大廳挑高然後上面是全透明的 採光 我覺得如何 很有趣的 這氣氛很好 不錯 樣式很多 煙燻櫻桃鴨冷盤 然後這種熱炒的 當場煮的牛排啊 米糕啊一些甜點啊 飲料都蠻多的 所以如果 我們來住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 這裡還必須要在這邊加一下他的晚餐 我覺得很好吃 那為什麼在眾多飲料當中 似乎有看到一瓶牛奶 因為大哥要先後半 我們才可以喝 一盤一盤的端 一盤一盤的再把它吃光 很豐富 讚 吃到整個buffet剩下一個人都沒有 因為大部分的團 他們明天早上要去看日出 所以他們早就吃完就走了 現在來到歷史館 然後我們要去懷舊會台看看 那這最早在日治時代就改了 就是歷代我們台灣很多的元首 或者像新加坡的總理 來台灣要來看最有名的阿里山啊 就是會住在這一間 喂 早餐媽媽嗎 她現在去當網紅沒有時間了 好 今天的行程蠻好的 我們現在要來享受我們特大size的床 還有我們要來泡澡了 晚安 拜拜